來看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今天是結合心財委發的修正出案 今天是發動加極動環 思修在會上的門口 跟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到最後是調整國民黨的立委 擔局長 在這裡主持人來開始 三分鐘來就選擇要通過 郭國文 郭國文 打仗日輪 相關日照的無人要納 民進黨立委過國文 和國民黨立委頂帝論 是無法機體的衝突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承諾是繼續心臺委發的修圍 國民黨團加極動環 同樣人要來臨時 要換在民進黨團帶在議書 在委員會調委國民黨的 竹佑町協議會到 但是如果要人比較多 力贏贏贏不贏 再去高點 竹佑町順利主持會議 所以選擇每條討論 請問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有意義保留 剛才有政議的條文 竹佑町就選擇說 保留協商 只有開第三分鐘 蔡惠發的修圍在亂七八糟 裡面完成初心 上出委員會 交給條約協商 更有市長 等級別來台北 所以沒有機會發言 說方便 國民黨應該是能夠好好的再重新再裁劃法 大家再好好的討論 不然我今天來做什麼 他邀請我來了 結果不讓我講話 不就跟他爭笑了 蔡惠發已經有二十五年無修法 關閉到千億的稅修分配 現行制度 讓這句說中央是集團 又集錢 那被開始 提出修圍 國民農團的版本 跟其中的公式 重點放在六十七% 照人口的比例來分配 對台北市立的好 收到減三%的分配 暗算會放出超過五千七百 民眾農團的版本 是成立分配委員會的討論公式 暗算放出兩千七百 外的財源 民進黨立委 多歲龍頂人 拿出的版本 是因為說配合國家政策 設立高有任的選擇 恐怖嚴重的管制 可以得到合理的分配比例 兩百億元以上的同籌款 我們看到國民黨原來的版本 將近五六千億 那個的確是會影響到 中央政府的預算 因為中央政府預算 本來才兩兆多三兆 五千億就將近是四分之一 當今最大的詐騙集團 跟暴力集團 藍白造成了才華法的 這種不公不義 沒有討論的狀況 民進黨強力的譴責 那被向中央發財 拿出行政宜版本的 在外面就收發條文 行政宜回應說 對中央分配稅困的分配公平 性 國界也是有不一樣的看法 在這裡差這麼多 對孫中國界共識的法規 策案 希望所有條文都可以 穿分討論 議題